大家好,我是小雨 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今天的瓜牙厉害了 精彩的跟葫芦兄弟似的 一个瓜带出了一串瓜 不过鉴于当事人存在感度不算太高 后面我会尽量给大家介绍清楚几位的代表作的 故事的起因是昨天张明恩和胡冰青一丝恋情被拍到了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绯闻男女 张明恩24岁资源秘之好的 演过老九门的张副官 和神的法医丁卯 以及沙海的张日山 沙海里边张日山这个角色 当初是引发了很大的家戏争议 吴磊的男一号是越演越相边 原本只有三场戏的张日山 最后却成了戏份最多的角色 以至于当时吴磊都说了一句 不想演男主想演张日山 这部戏之后呢 张明恩倒是没有再惹出过 配角而戏份艳压男主的风波了 原因是他干脆亲自上位演男主了 人气高不高不好说 但是资源在手 妥妥的上位圈小声了 而且就算你真没有看过他的戏的话 也没有听说过他都没关系 这张图啊 我不信你没见过 记得这张没有粉丝 只有明星本人 保安以及经纪人的 经典的巨星出巡图吗 图里边猛脸巨星 就是张明恩 28岁的胡冰青 则是刘诗诗之后 唐仁力捧的新衣姐 知名度观众缘 人气和上一代的唐仁一姐 是没法比的 但是其实女主戏 演得还真不少 2014年就开始一部戏 接着一部戏的捧了 几乎所有的女主都是他 秦时明月名音上面的陈燕熙是主角 戏份来说的话 胡冰青才是真女一 宣布上女一搭档杨杨 贵中美人搭档是周玉民 独孤天下更是一部大女主戏 后续啊 胡冰青手里边还有好几部拍完带播的剧 是一个幸福到不知影视寒冬为可恶的女演员了 介绍到这里呢 看起来就像是两个没有啥知名度的小艺人的 自由恋爱故事 没有啥可看性的是不是 甚至是谁他们俩都觉得浪费篇幅 但是啊 真不是啊 后续那么一挖很震惊啊 一个新的绯闻恋情 扯出来了一段错综复杂的狗血四脚练布纸 而且剧中人 全员打脸 甚至每个操作每句回应都是槽点 简直绝了 很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奇葩的瓜 我们给您捋一捋这个比电视剧精彩100倍的故事哈 首先呢 就是从张明恩和胡冰青被拍到的互动来看 绯闻恋应该是很垂的了 聚餐结束之后 他俩告别了其他人双双一起走 全程张明恩是搂着胡冰青走的 走着走着呢 张明恩把胡冰青越搂越紧 还一把把摁按住了胡冰青的头脑勺 头对头脸对脸的来了一个疑似热吻 虽然画质感人 但是两个人的肢体语言和动作呢 还是看得非常的清楚明白的啊 张明恩胡冰青绯闻 以及亲密互动图那么一出 涉猎范围广的出发群众们震惊了 张明恩和徐璐啥时候分手的 胡冰青陈兴旭又啥时候分手呀 怎么就突然张明恩和胡冰青在一起了呢 这是个什么大四角啊 先说张明恩和徐璐啊 徐璐演过甄嬛传 她也是个资源秘之好的女主 演了一堆的宝藏女孩 这次圈的作品呢 就是卷入到数字小姐风波 被质疑是数字小姐的最大嫌疑人 以及和乔任良出演恋爱真人秀 天天哪是闹出了各种不和风波 但乔任良去世之后啊 徐璐是乔任良生前最爱的女人 说法呢 又是莫名其妙的船的铺天盖地的 2018年 徐璐和张明恩合作 爱上北斗星男友 传出了假戏真作 才终止了和乔任良的传说 关系的过程啊 也是一波三折的啊 一会儿互关公开发狗粮 一会儿取关暗示情已逝 18年的8月份 两人正式关系了恋情 从此开始了情侣荡的营业美好生活 合体上节目秀恩爱 节目里吧 徐璐还展示了自己分不清篮球和足球的天真 撒娇生气 公主抱的偶像剧情节等等 连催婚啊都给安排上了 结果呢 男方很委婉地表示 谈结婚太早了 让徐璐是特别的委屈 可是这边关注还来不及心疼她呢 下了台访之后 徐璐和张明恩啊 又跟拿错剧本似的啊 交换了说法 这回变成了男的想结婚 女的没有想那么远了 怎么讲呢 从抓马程度来看嘛 这对情侣还是非常般配的啊 然后那一边呢 去年9月1号 胡冰青和东宫男主角陈兴讯 也被拍到了 牵手约会的恋情实锤 陈兴讯和胡冰青啊 也是因戏深情的 被拍到的约会画面里吧 全程脱手走 真的是非常甜了 只是后续呢 就不太美好了 绯闻曝光之后呢 陈兴讯又被爆料 和同时和某网红有暧昧关系 两个人呢 还有各种的同款 一起参加过活动什么的 但女方解释说 一切同款都是巧合 恋情是假的 陈兴讯妈妈也说啊 女网红是自己朋友的女儿而已 加上胡冰青陈兴讯 拒绝回应恋情的真实性 这件事情呢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不回应和不存在 是两码事儿 现实呢 就是男女主分别有对象 而且恋情都被拍到没几个月 这么快就双双 VV ON了 并且呢 进展神速了吗 怎么想啊 都摘不掉 无缝对接 甚至劈腿的嫌疑吧 新绯闻被拍得那么垂 旧恋情啊 也都是有图有视频的存在 实在不想认恋情的话 装死不回应 就是极限了对吧 可是并不 张明恩 胡冰青 双双站了出来 否认恋情了 男的说 不想占入公共资源 上热搜 我要声明的就是 第一 我去年底 就恢复了单身 第二 不要过度解读 我和胡冰青 女的说 只是剧组的普通聚餐 没恋爱 没差足 没结吻 谢谢关心 但很快 徐璐出来打脸张明恩了 徐璐工作人员说 我们鹿鹿也是看到了新闻 一脸懵逼 并且昨晚才去关了张明恩 他们去年 根本就没分手 字里行间的意思明显的 不能够再明显了 这是明示 张明恩去年年底 恢复单身的话 以及胡冰青 没当小三 没心恋情的话 都是假的呀 陈兴迅 可能是因为 当初被拍到 就保持了沉默 没认恋情的原因 倒是没啥回应啊 另外有爆料说 他和胡冰青 戏拍完没多久就散了 大概呢 三月份的时候就分了 汇总了一下剧情的进度 以及各方的发言 目前是这样的啊 张明恩 胡冰青被拍到 私下约会 亲亲报报 搂搂了 但他俩说 我俩只是普通朋友 不要造谣说是情侣 张明恩有说 虽然我和胡冰青没谈恋爱 但是我确实去年底 就和许璐分手 恢复单身了 许璐说 你胡扯 去年我俩没分手 我是昨晚看了新闻 才去关了你的 陈兴旭啊 啥也不想说 并且呢 应该很庆幸 当初没公开回应 否则呢 现在又是一轮的 腥风血雨了 是张明恩真的 去年就和许璐分手了 今年和胡冰青 发展普通同事的关系 还是张明恩 去年就和许璐分手了 但是双双联手 假营业欺骗观众 还是张明恩 去年确实没和许璐分手 这次诡文出来 才真的分了手呢 到底是谁在说话 谁说的说法 更加的可信呢 我们看看目前的证据啊 张明恩和许璐 直到昨天之前呢 都还在情侣营业 2月拍了情侣大片 4月份张明恩探班许璐 520张明恩是一边晒许璐 拼了鞋子模型 暗暗修恩爱 一边呢 还跟胡冰青 眉来眼去的互动 昨天之前 张明恩的抖音头像 都还是和许璐的合照呢 诡文曝光双双取关之后 临时换了个黑头像 这个操作真的看不懂啊 怎么看似乎是 张明恩都很难洗了吧 真分手假营业 没分手和其他女艺人搞暧昧 约会 两个选项啊 他怎么着都得选一个 这个看似容纳了 四个人的修罗厂 其实啊 遭遇最致命危机的 可能就是他一个人爱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 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